前面有紅色就是要注意的 像它這個有個五號點 它這個大部分是四號 功能不是那麼強 這是胃嗎 因為四號在 這是胃 然後它功能就不是那麼強 那我們再看一下 它會跟你講這一點它是什麼訊息這樣子 母親目前的狀況到底是什麼狀況 它這個要分析出來 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讓大家檢驗出來就是 紅色的兩點就是它目前的問題點 第一個它目前可能有一點 十二指腸炎 大概在腹肋腸求菌 裡面有那些要害菌這樣子 這是它屬於十二指腸 部分上馬出來的那個 那胰臟的部分呢 它這裡是不是五號點 它也來跟它分析一下 它這個是什麼問題啊 它會等一下做一個檢測分析 然後檢測分析 你剛剛那回去一下 對它現在看 它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說 它這個有腸泥形狀 還有大腸桿菌 還有急性初學性的胰臟炎 而且是第三級的 那它不是綠色的嗎 所以說這個急速 但是綠色應該OK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給你做參考 參考用這樣子 目前它的問題點 這個地方 你可能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看它的狀況 應該是還OK嘛 幾乎都是綠色的 結果這兩個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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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餘的 像這個來看一下 這一個查看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它或許會告訴你一下 因為聊到四號點 其實都是有一點點問題 呼吸系統的感染 出幾個 出幾個 好 呼吸系統的感染 這裡 然後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好 熱流 試一下 它這個有一個英文 可是這個我不懂 是什麼意思 大約是這樣子 或者要跟他整個功能來看齁 是這兩個比較要注意一下 拿兩個比較要注意 你剛才拿兩個要注意 就剛剛那個啊 分裂腸球具拿那個那個魚章啊 魚章有點發炎 這是什麼 趙育症 在哪裡 噢那個趙育症 有個紅色的有沒有 啊哼 它這個是同的部位不同的方向 也是這種傾向 你媽是不是有吃藥在控制啊 控制趙育症啊 她是每天吃很多藥上 沒有啊 她沒有吃藥 她只有吃中藥 沒有吃西藥 嗯 你有沒有醫生說 她有這種遭遇症的傾向 沒有呢 那就讓她吃了 我先去吃了 嗯 我先去吃了 那個 我先去吃了 這個 其實 我先去吃了 一下 這裡 我先去吃了 好 你媽媽就先檢測到這裡 好,謝謝你 謝謝你